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莉絲 台灣藝人歐陽娜娜、張兆涵 將會登上大陸央視的晚會舞台 和其他藝人合唱我的祖國等等歌曲 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批評有人享受台灣民主和健保 還跑到對岸去唱不適合的歌 文化部則表示會配合查處 甚至警告相關藝人 可能會被罰款 有輿論就認為 這種要藝人選邊站 非有積敵的做法 令人覺得彷彿回到威權年代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兩岸關係緊張 加上疫情的關係 全民健保經常成為兩岸區分敵我 彰顯台灣優越性的工具 不准陸生赴台 不准大陸配偶子女反台等 全部的理由都是享受健保 和台灣的醫療資源 在很多人的心裡 竟然享受了台灣這麼完善的健保 自然應該毫無條件 百分之百地認同台灣價值 但健保的本質是社會保險 只要身份符合 就必須強制立保 受到平等對待 得到應有照顧 如果有前提 區分敵我 就會變成道德綁架 台灣聯合部評論文章提到 原住民歌手曼沙浪 1988年登上大陸央視的春晚舞台 成為最早赴大陸發展的台灣藝人之一 雖然當時兩岸已逐漸開放 而台灣亦正處於民主轉型中 但曼沙浪這個舉動 仍是引致嚴重的後果 不僅被台灣全面封殺 甚至妻離子散 有家歸不得 時隔八年 曼沙浪才在1996年回到台灣 但隔年 他就因意外跌傷腦部 成為殘疾人士 一路困頓腦倒至今 曼沙浪的遭遇是藝人 甚至很多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縮影 在台灣遇到樽頸困難 或想要更上一層樓 所以將大陸視為第二個機會 隔於兩岸開放往來 到大陸發展的人 即使未如預期 都不至於好像曼沙浪一樣 因為政治因素被封殺 樣視獻唱事件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或是觀感欠介 但回到藝人的角度來看 現在兩岸對立形勢越乏高漲 一如台灣民眾要求藝人政治表態 對岸對藝人的要求恐怕只會更過分 當藝人接到類似晚會這類邀約 就注定會面臨兩難 接受會有來自台灣的聲音說他們背叛 不接受 對岸的觀眾會說他們是台獨 下一步可能就是全面封殺、抵制 令他們的發展全部化為烏有 在寒蟬效應之下 台灣藝人到大陸登台演出 是不是都要經過台灣當局批准呢? 直至有演出的機會 會不會落得有加歸不得的下場 值得當權者思考 今集就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